最近的國際消息 英國發生第一期染上Omicron 新冠病毒株而死亡的病例之後 現在法國採取行動 要打算限縮 來自英國的旅客入境法國 而目前英國旅客入境法國的時候 必須持有四十八小時之內 PCR病毒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 不過未來還要附加什麼條件 法國內閣正在研議當中 而今年五月三十一號 Delta病毒株在英國流竄的時候 法國就曾經限縮 英國旅客的入境條件 除了要求在四十八小時之內 檢測陰性證明之外 還要求入境者在隔離七天 才可以放行 如今Omicron病毒株 並非一屆原先預期 這個大多是輕症 而是會奪人命 這也促使法國考慮加強檢疫 要來守住國門